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5日 星期四 這一節 跟大家說說的國情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22日 視察武夷山 官媒公佈的影片所見 他笑容滿面 站在星真圓化洞天 他說這裏是他舊地從右 前一次來是20年前 2001年 他是2002年離開福建 武夷山就是福建的著名景點 有一溪九曲 三十六峰 七十二棟 九十九岩 以為是飄渺峰 靈奏宮 三十六峰 七十二棟 好了 習近平 下週就跟夫人彭麗媛 搭這個祝佛 唱悠武夷山的九曲溪 彭麗媛手持這個相機 表情輕鬆 習近平曾經在福建工作17年 官至省長 說這件事 大家可能覺得很無厘頭 無緣無故說他們兩夫妻遊山玩水 說了什麼呢 習近平 以及彭麗媛已經超過一年 沒有在公開場合一起出現 之前一度傳他們 彭麗媛要提出離婚 雙方關係十分之惡劣 而且彭麗媛搬出了中南海 搬出自己的廚 跟習近平分居 這些消息 當時傳得很重要 一度就是由 中辦主任丁薛場出面 用組織的名義 跟彭麗媛做思想工作 希望他不要提出離婚 兩個離婚 現在突然說 一起出來 曬恩愛 究竟是什麼事呢 關乎什麼國情呢 其實是關乎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好了 福建是習近平的法家地方 當然他在福建被人看中 之後就調到上海 浙江 然後做上海 市衛書記 然後 才進入中央 做駐軍 我們可以看到 福建 主要就是他透過得到 賈慶林的提睇 然後 給了另一個慶親王 曾慶紅 由曾慶紅保佔他上去 福建可以說是他 磨練的地方 也是他發達的地方 發家的地方 在他主政的時期 出現了軟華走私案 這個是中國 當時 是史上最厲害的一宗走私案 現在比起 當然就不算很嚴重 但是當時 在說幾百億走私案 是很誇張的 那麼他 基本上 我想都脫不了關係 你說沒有 又很難說 你去做省長 你完全不知情 這個不可能 但是 去年就傳出 這個 習近平和彭麗媛 已經分開訪訪 然後 彭麗媛搬出去住 外面的傳言就是說彭麗媛本身 是一個讀信佛教 而習近平對於任何宗教都是毫不留情 打壓得很嚴重 所以他已經是很不滿 再加上 講習明澤 本身是美國讀書 對於西方相對是 比較包容 兩位伍無女 據說不滿習近平對於香港的處理方法 並和他提出了意見 也是一個上面的消息 我們 以為外人沒有可能知道 始終是一家人的事 藏上秘密 基本上沒有可能會有外人知道 完全是 landlord 他們說 他們他競逞 不同意習近平的處理方法 所以 兩人跟他越走越遠 到了最後 一度傳出彭麗媛要提出離婚 組織即時動員 中辦公廳主任 中央辦公廳主任 即是 這個 國家主席的大總管 又或者 最高領導人的大內總管 丁薛祥出面 用組織名義做思想工作 最終 當時也是不了了之的 當時說完這件事之後 彭麗媛也沒有試過跟習近平同一場合出現 大家只有分開出現 有人死了就送花圈 有他們的名字 在一起 但是 他們倆從來沒有在公眾場合同一時間出現 這次事隔接近一年以來 他們 是同一個場合一起出席的 而且 是一起由 法家地方 福建省 武宜山 可以說是有一個象徵意義的 為甚麼有象徵意義呢 因為還有兩件事牽扯出來 就是同一時間 在22日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應邀訪華 當時在3月18日 中美舉行外長會議之前 其實當日已經宣佈了 好像 是想夾美國 拉夫羅夫應邀出席 來到中國訪問 誰知道習近平 就不在北京 而且到了福建 他 派外交部長王毅 招呼 俄羅斯的外長 大家落外長對外長 招呼外長 去到 廣西的桂林 參觀遊玩 帶他遊山玩水 帶他 好好地招待 一方面 就是要告訴全世界 我們這些才要代客之道 美國只給我們吃杯麵 是一種 無聲抗議 不過這個 反過來 就好像挽救拉夫羅夫一樣 俄羅斯的外長 打算過來 跟你談 跟你說中俄 共同對抗美國 誰知道 你就找個外長帶我遊山玩水 習近平連見都不見 正常 這麼重要的宴會 這麼重要的邀請 你國家主席 沒有可能不去接他 就算你不當面接他 你也要在中南海跟他見面 之後才帶他遊山玩水 好了 這次直接沒有 同一天就去了福建 避開拉夫羅夫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而他 是不是 目的只是擺一個姿態出來 兇一下美國佬 實質上 根本就 跟俄羅斯 也不可能去到結盟的狀態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 是侵略我們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 超過150萬平方公里 足足有44個台灣那麼大的 領土 是被俄羅斯侵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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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問題 亦是令到中俄一直以來 都是那種 心口和 心不和 心裏面 當然是互相盤算 互相算計 大家都有個共同敵人 叫美國 但是 其實俄羅斯對於中國的傷害絕對比美國 我們看到這次拉夫羅斯侵略 可以是受到冷待 而且 好像找他出來過竅 主要就是用來兇美國 也有可能是 向美國示威 你看看我們對外賓多好 我們招呼客人多走到 你們就不會招呼客人了 但是除此之外 達不到任何效果 雙方也沒有一個共同的宣言 或者談了什麼細節 甚至乎 沒有辦法敲定習近平 以及普京 當時的互訪 又或者 他們的一個會議 完全沒有說過 沒有交代任何東西 這個其實已經是 另一件事 因為他 當是冷待也好 但是他陪彭麗媛 又有另一個意義 因為最近 北京傳出來 就說 接下來 習近平 是會部署彭麗媛 進入政治局 當然我們就這樣聽回來 我們也不太相信 因為 我們看到政治局基本上沒有女人 自從吳儀退休之後 政治局就沒有女人了 就算孫春蘭 像孫春蘭 當過統戰部長 但是 可不可以把自己的老婆 最終 已經是脫離了很久了 脫離了很久的人 拉進去做政治局委員 其實我們也不相信 但是北京有這個傳言出來 傳聞 他就說這個 彭麗媛 本身就由江澤民安排給他的 安排給習近平 做他老婆 當然 有沒有那麼長遠的考慮呢 我們也覺得很質疑 江澤民 20多年前 看書 你就上中了這個 習近平 還是那麼早超前的部署 這個說法我們也覺得 不是很合理的 反而 他可能想修補兩公婆的關係 我覺得比較合理 如果一個 國家主席把他老婆拉進去政治局 我覺得 基本上 那個 不單是開歷史倒車 當自己是老毛 老毛當年 委任江青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但是你可以 可以叫 彭麗媛做甚麼呢 除非 中共剛剛 中共中央召開這個會議 就表明 今年的 建黨100周年 就不會有大型閱兵 甚至乎沒有閱兵 但是有甚麼呢 是有一個文藝活動 大型的文藝表演 除非 他將這個委員重任 由他負責做這個 大型的文藝活動 的一個負責人 破格叫他做 這個 是令到他 再次進入這個政治舞台 這個可能性不是說是零的 是有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當年老毛也是透過江青 批判 批判那些 用文藝 南平是上海演戲的 他本身是演員 所以就領導這個文藝 領導這個戲劇 領導那些 文化藝術 而彭麗媛在軍方唱歌出身 究竟 會不會習近平 又是破格 委任他做 什麼什麼小組 例如這個文藝小組組長 然後這個小組 進一步擴大他的權力 然後就拘捕 進去政治局 這個 不是說完全零可能 不過 我們覺得那個機會不算很大 但是始終一個第一家庭 第一夫人 不可能 一直以來都不公開露面 或是不跟他一起露面 這個在外界看來就很難看 現在看來 習近平就應該搞定了他老婆 應該說好 雙方 有共識 是不是 真的可以讓他入政治局呢 這個真的要拭目以待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